再來看是來自浩昂的好消息 來看這第十二次旺宏科學獎頒獎電力 收集各家在三百萬元後來各種幾號號 594個對我參賽之下 下一個位置已經20名 而且是拿下100獎頒獎頒獎頒獎金20萬 這次收集各家的學生在裡面 是這汽車倒邊安裝開門整體設計 也有製作來得到100獎頒 在20週日圍的作品當中是為了這幾海堆 這名說這個各家學生在創作發併的部分 跟各種性是一樣優秀的 旺宏科學獎一向有各種性諾貝爾獎頒獎頒獎 目標是背後科技人材 計劃國中各種籍學生對這組聯科學 也有應用科學獎頒獎 第十二次旺宏科學獎 在二月十五號在台北紀興辦獎 尺寸各家 以這汽車倒邊安裝開門整體設計 也有製作來得到銀牌獎 校長 曾經中來表示 陳利明在三百多間國內高中介學校 五百九十四幾的隊伍參賽當中 來得到銀牌獎是相當的不簡單 旺宏科技展可以講是 我們高中子的諾貝爾獎 那這一次我們陳利明同學 在老師的指導之下 能夠進入到得到銀牌的獎勵 那這個獎勵實屬非常的難能可貴 而且有二十萬元的獎助協金 提供給我們上大寫四年的獎助協金 那這一次參加的高中子 都是全國的名校 包含高中 建國中學 四大附中 新竹高中 那秀水高工能夠這一次 參加這個旺宏科技展獲得銀牌獎 真的給我們學校帶來的機力 跟鼓舞的作用 而且也給學生有一個舞台發揮的空間 中學學生陳利明表示 當初見華高雄是因為在新聞報道當中 常常看到英國車兩鄉共來開車門 來造成車好 所以這次設計在車門的門上 來爭取安全開門的整理 提供卡蘇林下車時要外面來看後面是不是有車 旁邊因為事故來造成危險因此就來調整 我們打開車門的時候要以兩手打開 先以左手拉開滑動快 右手再將車門開啟 這樣子以兩手開啟車門的方式 就可以讓駕駛注意後方有無來車 而我們也有一個風鳴器的設計 還有彈簧檔塊的設計 彈簧檔塊設計的目的是為了 讓緊急狀況時可能駕駛 他會忘記以兩手開啟車門 所以緊急狀況的時候以單手將車門用力拉開 也是可以打開的 修正五天三機一班陳利敏東二 在中漢幽老須的基督之下 他開車豆瓶安全開門整體設計製作來參賽 我們連可貴的是 在二十組立委作品當中 是他為他一項機械綠組在中央 後方就表示 這也證明高級生在創作 發明補分跟高中心是沒什麼差別的 全新聞大青龍六天報道